歡迎收看LCCF TV 大家好 今集九巴經典系列主角是 涉頓Penai四單層巴士 九巴當年面對急速的人口增長 向英國訂購大量新車 而當年利蘭 無法在短期內提供大量全新巴士 於是九巴改為購入 100輛涉頓Penai NE四單層巴士 新巴士採用大量玻璃纖維組件 與傳統的合金面板有顯著不同 所以車頭和車尾比較流線型及現代化 地台亦比較低 比同期的利蘭火箭擁有更闊大的車窗 車廂在以採用淺綠色配搭 普遍乘客亦感覺到此車 外形非常新穎 所以十分受乘客歡迎 新巴士配用一台Perkins V8柴油引擎 五前速手動波箱 車身在英國裝嵌 財富運到香港 在1970年開始陸續投入服務 他們大部分被安排行走 葵涌及荃灣地區路線 當乘客一面好評之際 這批PEN 9-4 卻出現前所未有的問題 香港出名天氣 潮濕悶熱 電器組件 開始出現短路問題 引起火警 加上玻璃纖維車身 巴士迅速被燒毀 而載滿載乘客時 車上懸掛支撐力不足 車身前端離地太低 車頭車身容易損 另外靠近中門的位置 因經常滿載乘客 地台無法負荷而下陷 加上引擎噪音嚴重及溫度高 也令九巴非常頭痛 而在英國本土市場P4 亦有發生多種問題 指示情況未及九巴嚴重 九巴在1974年開始為車隊安排偏好時 整批P4只餘下63部 短短4年損失了37部巴士 有部分等候重建或報銷 九巴最終決定把P4進行大手術 換上鋁合金車身組件 金屬車窗 車頭增加入氣位置及強化底 盤工程 弧形大玻璃被拆除 改用平面車窗 車頂路線排旁加了一個百頁式入風口 懸掛彈網加強 而引擎的輸出亦作出了調整 全車電器系統及電線被全面檢查 復出後服務至1980年前 全部退役 九巴在重建車身時 將其中兩部抽起令作用途 將AR7639改為特頭水車 令嘗試把AR7615改作豪華版 加裝豪華在椅及將中門封閉 但一切只作測試 並未有正式出外服務市民 在70年代 後期仍有不少P4被割在九巴長沙灣車場內 等候處理 現在我們看看外國 類似的P94的行使氣氛感受 然後 我們給P6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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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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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4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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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6 P7 P9 P7 P7 P9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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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